美国新泽西州的慈忌人在当地长期耕耘 所以经常受邀参加各类活动 这一回爱迪生市政府特别邀请慈忌人为大家解说 吃素救地球以及回收宝特评变成国际震灾茅毯的故事 市场活动推广灾业民产减少食物里程 爱迪生市政府深知慈忌也提倡环保要合作 志工一一向民众解说素食好处 说到宝特评做的毛毯大家眼睛一亮 推广善知识也可从语言教学融入 在美国高中教中文的梁磊老师 从日常生活的用语巧妙带入禁私语 我真的是很感恩大家为这一个课程所付出的努力 我每天来到这边就是所有东西都已经安安置好 那我进来就有一个很舒适很愉快的环境 这是新泽西峰会这期中文班收的第一位学生 辞技之功秉持一身无量 无量由一身的信念 深信美善种子将生根萌芽 吉祭之功为一个个小朋友的身上彩绘动物形象 跨国企业园游会宣导爱护活动 小朋友很喜欢吉祭之功承担的人体彩绘摊位 很高兴就是我算是他们笑的原因吧 平均一位志工要采会约十位小朋友 但没人觉得累 看到孩童脸上的笑容 感到付出的快乐 在新闻真善美志工美国综合报导 新闻真善美志工